北齐圣女不让你去 师伯 传闻可不能信啊 我来附师伯 也没这么聋 师伯的官威 为常人所能及啊 相见多少人 啥 想借读查院彻查老二 终究是瞒不过师伯 是陈平平教你 我自己琢磨的 来明城 确实事发好到 只是我确实有几点不解 想请教师伯 方才殿上站出来那几位 并非是我实践的安排 若不是他们在那儿添柴拱火 效果也不至于这么好 想知道 他们是谁的人吧 是您的安排 可是您怎么实践的 可是您怎么实践知道 我要针对老二呢 这么多年的相位 倒也没有白做 这几位站出来 不会牵连到十伯万 谁说那几个是我的人啊 不是 那是 那是谁的门下 太子门下 听您的调量 那也不难 师伯厉害 美女厉害 回来这么多天了 也不去看晚而已 怎么 北齐圣女不让你去 师伯 传闻可不能信啊 我跟那圣女 我跟婉儿 我的为人您是清楚的 别跟我说 跟婉儿接着去 不是我不想去见婉儿 实在是回京之后 诸实凡身 一刻也脱不开身啊 要不是借口 师伯 确实有难言之言 与北齐圣女无关 她也是在等你呢 那我晚上就去看她 晚上 不是晚上 不是晚上 白天 白天一有时间就去 等我还在抓检查机 哇 跟着你 吓我一跳 您这身子博 可比我硬朗 是事难料啊